大家好我是阿鱼 闲语小课堂又开课了 定眼一看我已经一个多月没有更新了 主要是最近的娱乐圈真的太太太无聊了 好看的下架了 丑的又做不出什么新花样 至于他们的德行嘛 我更是毫无兴趣 娱乐圈需要新鲜的学业呀 就在这时 他来了他来了 他带着乐子走来了 他就是一毛铃 一个在抖音上叱咤奉运的千万网红 平日里看到他都是时尚感拉满 什么公园广场放鸽子 米兰街头摆pose 大别夜里面有花花轴子 还有人间富贵花的感觉 他的粉丝都说 他应该进军内娱 给四大仆女一点小小的颜值震撼 他真的去了 结果呈现的效果是这样的 确实震撼到我了 为什么他总是自带鱼演特效 你感谢你接下来的片段 他在演白秀珠吗 去德国之后也没有遇到喜欢的人 你也知道我性格的 从来不会将就 其实刘亦菲那么多角色 我唯独对白秀珠没有啥感觉 小时候觉得这个大小姐太娇恨了 冷清秋多清纯多可忍 所以当年我铁战男女主 可是现在回头看 突然顺眼了好多 那么多常发脾气的戏 他怎么任性表情都不崩 这大小姐脾气差归差 也是有自己的三观和傲骨的 这才是白秀珠嘛 再看孟林白秀珠 咱也不要求一个新人 演出里层的傲气 那你外表看着得千金一些吧 怎么就那么喜感呢 有好几个镜头 跟云之雨的金金好像啊 难怪郭静明立马 就找他演云之雨二了 于是乎那个熟悉的论调又来了 网红和明星就是有B的 我觉得喷没有问题 但我们更应该深究一下 这个B到底在哪里 网红又是靠什么 给了人破B的错觉 其中有没有能借鉴的变美思路 那么话不多说 一起进入本期话题 真正的古像美女 都是哪里长得好 其实细看这个白秀珠的五官 和抖音里变化不大 可以说他并没有看大眉眼 只是在剧里改了个 贴头皮无刘海的发型 怎么差距就那么大呢 之前一直以为 他的发型是随性而问 想不到头发才是本体啊 所以为啥大家现在 都特别喜欢茂密的头发呢 因为头发确实能 很好的修饰 许多人并不完美的头骨 是的你没有听错 别看头盖骨上面 不承载任何五官 但是他的讲究可多了 比方说 如果一个人头骨 下面比上面宽 就会给人突突的 不够聪明的感觉 你可以看一下 过度夹槟榜的古包脸 还有魔兽世界里面的兽人 但是如果你能做到 上宽下宅 就算是丑 那也是丑得华丽 丑得富贵 比如说 罗云星和马家琪 内娱大小自行车坐垫 很多无良自媒体 喷他妈丑 有谁说他们土吗 这容手数这么多 但下颚骨永远是被削的 你有听说过 谁做腮帮子填充吗 这一切都指向 那个最本能的审美 上宽下斩 他还有一个 更熟悉的说法 就是头包脸 你是不是头包脸 可以用水打湿头发 然后全部向后 输成大人模样 看一下有没有达到 以下指标 第一 你的额头要饱满开阔 具体来说 就是你的额头折叠点 和中庭折叠点 得大概持平 不知道折叠度的 可以看我往期视频 第二 你的颅顶腰高 最好让你的眼位 位于整体头部 二分之一 第三 也是很多人忽视的一点 位于太阳穴 后方的两侧涅骨 不能向上收得太快 要沿着外轮廓 有一个平滑的过渡 所以我的朋友们 弹幕告诉我 你们包住了吗 如果满足这些 科学条件 恭喜你 你拥有一个 完美的头盖骨 可不要小看这一包 举个例子 一拳超人的奇遇老师 他呆萌的时候 是这样的 两侧涅骨 上去的太快了 导致有点滑稽 但是战斗模式下 为了让他帅起来 不但五官变得立体 还给他做了 头包脸的调整 是不是感觉 完全不一样了 这就是头包脸的魅力 即使没有太多修饰 也特别好看 老一辈中 这样周震的头盖骨 是很多的 比如说 俏皮的张卫健 明年的年纪 如矮王静松 真的是摄像机 随便转 怎么看怎么舒服 我听说张卫健刚 活起来的时候 老板POA他 说他只会顶着 几撮毛眼猴子 为了证明自己 他一气之下 就把头发剃光了 诶 照火不悟 当初听到这个故事 感觉很励志啊 我就让阿贤也剃了光头 本以为可以get到 一个阳光灵动的少年 结果他展现出了 一种行脉释放的美 走在外面 不仅路人会自动保持距离 狗见了都得 把嘴里的骨头 放下才赶走 所以说 普通人尝试光头 都会被一眼定睁 比如阿贤 他的颅顶就太尖锐了 跟樱桃小丸子的 爷爷有点像 还有自称小刘亦菲的Rose 他拍过和刘亦菲 相似的无刘海 贴头皮竖发的照片 叫做性感吊带 亲属血真 虽然他已经很努力 批出高颅顶了 甚至不惜 一个眼大 一个眼小 一个眉毛高 一个眉毛低 但是我真的看不出性感 也看不出亲属 更像一个准备进 烤箱的饼皮 还有最近新崩盘的 暗箱女二 也有异曲同工之统 本来是想具体讲讲 这些人的头骨的 可是最近人在法院 刚收传票 生死相关 不敢乱谈 但是如果点赞过八万 咱一周内就在监狱里面 更新 蒲蒂头盖骨第二期 大谈特谈 不过现在就算我啥也不说 大家也看得出来 Rose既做不成小刘亦菲 也做不了赵丽颖的接班人 骨香也不可能 优于张博之 四大蒲女的颜值 就是网红水准 网红和明星确实有B 各种发型 也许那个装造不是最适合的 但起码得做到 即使不好看 也绝不能把观众丑到 不然就像一个甜妹 突然满口 骂了个B的骂人 就算她平日里 把人填出了糖尿病 路人也只会觉得被她骗了 在这种颜值无法兜底的时刻 大家只能强行二选一 要么人寿为种 丑就丑了 大不了安排各路水军洗衣波 比如化妆是垃圾 导演是傻逼 观众太苛刻 神妹有问题 我丑跟我本人有什么关系 要么就是不管人事和剧情 颜值才是第一名 就算青天死了 此时悲痛欲绝 为了挣扎着给自己涂上口红 屡屡小碎发 在庇域馆中 C未出道 一蒙林现在还处在徘徊阶段 她在演白秀珠的时候 装造完全跟着人设走 结果被骂了 后面演轻工具 她很睿智的根据市场反馈 给自己加了碎发 结果还是被骂了 其实骂一下算轻的了 这个勾篮瓦瑟的碎发 放在小公园的家里 是要被叶文静打死的 那么一蒙林的头骨bug在哪呢 她是如何扭曲了空间的呢 只因她的眼距偏宽 但她的额头高度又太低了 而且颅顶又塌 侧面一看很明了 我们假设这个鸡蛋 是一个不错的头骨 那领解颅顶就好像半颅 被削掉了一块 再加上这张与下巴不相称的宽嘴 整张脸看着就是扁宽扁宽的 空间拉伸感就出来了 但是在抖音里 她可以把头发吹得很蓬松 变相提高额头和颅顶的高度 确实都值得我们普通人学习 但演员毕竟不是素人 我还是认为可素性是演员的必备条件 你们看余正的装造 被骂得多狠 周也进去颜值都得砍半 但是当年八五花拍她的戏 有谁被说丑吗 杨幂和赵丽颖不是该美赵阳美吗 长得周正的哪个拍清恭喜 不是干干净净的往后书 哪里会像孟林姐这样弄个碎发飘一飘 再往回倒一倒 即使是在陆顶记这种无厘头喜剧里 邱书真也是不搞碎发的 更别说那些曾经被书评也不怕的 林青霞 张博之 王祖贤 巩俐等等大美人了 而且这些大美人不光颜值逆舔 演技也是很精湛的 结果现在呢 你们自己看原片感受一下哈 你还别说 孟林这种没有演技硬蹭张博之 没有头盖骨 硬眼白秀珠的勇气 我是很佩服的 我之前也说过 我从不反对别人蹭刘一飞 被蹭的同时 你自己的热度也在网上涨嘛 有什么好计较的对吧 这些网上很多人蹭我的热度 甚至有人跟我起相似的名字 骂我还爱偷我 我生气了吗 我是表面云淡风轻 内心嗨的一皮 这叫什么 这叫声名远扬千古流芳啊 君不见两三百万粉的up主翻了车 也只能被称为 简余小汉堡2.0 能成为翻车舰的元代码 全靠驻君台爱 但是话说回来 蹭归蹭 既无颜值也无演技 毫不在意观众的眼睛 支持她的粉丝说她还年轻 应该去创造无限可能 可是她接下来没有任何沉淀 直接禁足了 说实话有种高考交白卷 但是被大学特招的感觉 真是太魔幻了 同样魔幻的还有余震 这俩货真的没有什么私交吗 怎么老是一起推谱的要死的新人 死丫头也爱找网红 这个妹妹 小红书里看着像赵领和宋祖儿的结合体 但是在剧里长这样 想看的话记得点赞哦 咱们下期头盖骨 把它一起盘了 我是咸鱼小汉堡 我们下期再见